HELLO 大家好 我是工程一線通的主持Hidy 今天我們又來到屯門少康的地盤 來跟大家做個街坊 但這次我們的主題就有點特別 我們要和這麼多位師傅來玩一個 潮雨大挑戰 不知道這麼多位師傅又夠不夠潮呢? 好,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去挑戰一下他們 你好啊師傅 和你玩過工程界的潮雨大挑戰 看看你贏到多少 第一條路 那你知不知道工程界的大力佬是什麼意思? 大力佬 是想佛沙的 朝教預製件的師傅來的 簡稱叫大力佬 對 大力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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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條 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喜歡吃咖喱 知不知道地盤咖喱吃咖喱有什麼意思呢 簡稱說黃色的汁液 就是收S兩棟的錢 快點 很專業 超級專業 Jazzle 什麼Jazzle 錢的Jazzle 會很辣 什麼意思 因為咖喱很辣 很過癮 不是 地盤吃咖喱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很多下難錢還不太辣 中田街吃咖喱 吃咖喱只是抽你水 是的 現在這麼熱 大家都喜歡喝可樂 但是如果是說牛奶水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牛奶水就是落石屎的時候 會中和一些白膠漿 新舊石屎麵 他選的是自典 牛奶水 是不是泥水佬用牛奶水 沒錯沒錯 中了中了 牛奶水 即石屎那些 林石屎的邊緣 接縫口那些 是的沒錯沒錯沒錯 對了 最後一條問題 大家都知道平安卡是什麼 知不知道歡樂卡又是什麼 我的歡樂卡是做一輩的師傅 通常收工之後就會回到大陸玩 回到大陸玩的時候 就有一張 我們叫做 我們回到大陸那張 胡香靖的 他們簡稱叫做歡樂卡 胡香靖 胡香靖 很厲害 歡樂卡我沒有 蛤 是啊我沒有申請過期 今天訪問了這麼多位師傅 直接去了解地盆的文化 原來地盆都真的很多術語 看來地盆的生活都幾多姿多彩 又真實又搞笑 下一次我們會再跟這麼多位師傅去聊天 了解一下地盆的人 地盆的生活和地盆的趣事 最後記得要訂閱讚好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